不过在台湾社会呢就是始终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事件一种结果但是会有两种解读 那么我不知道昨天总统先生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所有的这个新闻台或者是新闻媒体 在报道这件新闻或者是谈话节目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这种解读 那我就观察到有不同的这个电视媒体里面呢 出现了类似的标题 比如说这个陈聪明下台是为马英九总统解套 那么让2月27号的这个立委补选的时候呢 蓝营选票可以回笼 您对于这样子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声音跟思维 回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无稽 为什么呢 因为监察院他提这个弹劾案 我们事前也不知道 事前不知道 对啊 直到上一次就是第一次没有过嘛 我们才知道他提了这个弹劾案 调查是一直在调查 但是提弹劾案呢也是看了报才知道 第二呢这个立委的这个补选 已经不选过一次了嘛 对 元月九号嘛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如果真的要配合的话 那因为那次选的不好看啊 国民党全天揭幕啊 不是啊 如果那前面三合一不是 有人说国民党选的不好吗 那为什么更早一点呢 对不对 我说硬要把这个监察院的动作 跟选举连在一起 我觉得是蛮荒唐的 OK 不过呢有人认为说 这次监察院通过这个弹劾啊 基本上对于监察院本身的微信 好像也有点受损 因为第一次呢没有通过 6比6 第二次呢8比3通过了 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事件 同样的一个人 那么之前不通过 后来却通过了 所以社会大众可能有一种声音 认为说那监察院需要提出 更多的这个事证或者是事实 来说服社会大众 那么陈聪明检察长 确实是违法失职 对这点您同意吗 我觉得对监察院的决定啊 我们都表示尊重